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诊法 诊法呢 它是指中医 诊查收集病人病情资料的基本方法 具体来说 包括望诊 闻诊 问诊 还有切诊 把它们合在一起呢 就叫做四诊 下面呢 我就分别给大家介绍它们各自的含义 首先呢 来看看望诊 望诊呢 是指的医生 运用我们的眼睛 也就是视觉 来观察病人的全身和局部的情况 以及小儿的食指落脉 还有舌相 排出物的形色质量等等 从而了解病情的一种诊查方法 那么什么是闻诊呢 闻诊呢 是指的医生运用耳朵和鼻子 也就是听觉和嗅觉 辨别病人的声音和气味的变化 以获得病情资料的一种方法 问诊呢 它是医生通过询问病人或者陪诊者 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现在症状 以及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情况 以掌握病情资料的一种方法 而最后一种窃诊 它是指的医生通过窃案脉搏和病体的有关部位 以获取病情资料的一种方法 望、闻、问窃四种诊查疾病的方法 它主要是运用感觉器官 分别呢 从不同角度来收集病情资料 那么收集起来的资料呢 我们主要可以把它们概括为 症状、体征以及病史等等 那么什么是症状 什么是体征呢 症状呢 也称为自觉症状 就是病人自己感受到躯体不适 以及一些异常变化 比如说病人觉得头疼 腹脏或者腰酸等等 而体征呢 它指的医生检查病人身体所发现的一些异常的真相 包括舌疹脉疹的内容呢 都属于这个范围 比如说病人的面色尾黄 喉中有弹鸣声 舌的颜色是红的 脉的是硕的等等 都可以理解就是体征 自觉症状主要是通过丝诊中的哪些诊法获取的 答案是问诊 体征主要是通过丝诊中的哪些诊法获取的 其实呢 体征可以通过望诊 闻诊和窃诊而获取 耳鸣属于自觉症状 还是体征 耳鸣呢 是一种自觉症状 大家呢 根据刚才关于体征和症状的概念 再来回头看看我们刚刚看过那个病人 你就会知道哪些表现属于症状的范畴 哪些属于体征 但是呢 应该注意一点 症状和体征呢 又被笼统地称为广义的症状 简称为症 所以呢 当把症状和体征并称的时候 这里的症状肯定是指狭义的自觉症状 如果说单程症状 它具体是指的哪个含义 那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症或者我们叫做症状体征 它和疾病症后的关系是什么呢 可以理解 它们就是疾病和症后的外在表现 也就是说 变病与变症的一个主要依据 你这就是先读病与变症状体征